光美你也常坐飞机啊 听说光美有一回都打空姐 不是打中国空姐 他要打美国空姐 那我要解释我为什么 在美国差点跟那个空姐打起来 因为他真的动手推我了 美国空姐那么忙呢 是 重点就是呢 他们临时最后一分钟换了机门 我就冲冲冲冲过去之后 他就跟我说 那个你所有的随身行李 不准上飞机 我说为什么 他说飞机已经全满了 我就一个小小的小箱子 而且不好意思 我还坐那个头等舱 我就说你不会连这么小箱子 都放不下去吧 我就准备要进去 他的身体其实已经跟机门差不多大了 他还插得腰这么一战 然后他真的是 就是说你是不 他说你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territory 这是我的领土 在没有我的允许之下 你是不准进来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是要把箱子留下 还是离开这个飞机 然后你知道 因为那里面都是 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但是都是电脑 一些女生琐碎小东西 易碎物 我才会随身携带 全部露出来抱着 然后给他一个空箱子 然后就走了 你知道我那种各种郁闷 这是 所以你看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上了飞机之后 我会越做越火大 我打开上面的行李舱的盖子之后 半满 半满 还有各种的空间在里面 我想 OK 我就把我的手机打开 我就开始拍照了 要投诉是吧 上微博 美国公众不玩这个 不玩微博 我可以直接告他 你看 你这个就是西方的手段 而且说实在的 这不靠谱的事哪都有 而且你说 你要说中国的这个 我有时候觉得 实际中国航空公司那小姐 整体来说 基本上还是笑脸相迎 绝对是 因为我到英国 我就回了 我就发现外国人 真是得礼不饶人 他那个不善 对你不友善 你那行李箱的空气 就根本不管你 哪还什么三驱躬 没这事 我发现英国人 就是他守规矩 中国的服务 现在是最好的 是 恨不得就给你跪下了 你还打他